大家好,我是Lin,马上就春节了 大家过年有什么安排吗? 我前两天看到CGTN做了一个宋代人物化的线上数字特展 就去看了一下,感觉还蛮好玩的 推荐给大家过年在家的时候可以探索一番 CGTN就是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中国电视环球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国际传播机构 他们做了一个艺术推广计划 准备把中国的历史、文物、美学、哲学、宗教、礼仪、民俗等等 用新媒体的方式在国际上面进行宣传推广 今年的第一季呢,他们就选了宋代人物化作为主题 在全球十几家博物馆里面挑选了将近200幅的经典人物化 做了这一个名叫千年调,宋代人物画谱的线上数字特展 我们之前也说过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巅峰时期 虽然这个时候占据画坛主流的是山水画 但是人物化领域也是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宋代人物绘画对人物的神态、动作的描绘非常的写实和自然 让我们在惊叹宋人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 还会觉得这些绘画非常的真实和有趣 所以我想CGTN挑选宋代人物化作为这个大型系列艺术推广计划的第一章 还是很有考量的 这个数字特展有网页端和移动端两个站点 如果我们从手机端进入特展 可以在开始就看到一系列的动画交互场景 这就让安静的宋画动了起来 很吸引人 千年调把宋代人物化分成了六个大类 做成了六个展厅 分别是儿童、商人、妻子、女子、文人、还有仙道 每个展区选择三五部代表作 把它们进行拆分组合 做成首页动画 在这里大家可以根据页面指示进行各种互动 获取这些画作中的关键信息 有些关键的器物还特别制作了3D页面 点击进去可以和高度还原逼真的3D模型进行沉浸式的互动 这些动画3D模型是一个千年调特展的 比较新颖的地方是动的部分 它也有传统的静态的展示方式 一共分文两拍 闪画区有110幅送画珍品 配备语音和文字介绍 适当音细图 图片可以放大到4K高清级别 方便仔细观看画作的细节 入画区邀请了海内外著名的送画学者 比如央美的黄晓峰 博物馆策展人 波士顿美术馆的白灵安 艺术家徐磊 文物学家杨之水 五画复刻人 故宫的王赫 古代服饰专家楚燕等等 用视频的形式 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 讲解一幅名画 一共是12个视频 我已经看完了 非常的精彩 高度推荐大家去看 那么我也是推荐大家 在网页上观看这两个展厅 视觉效果会更好 这个展览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全英文翻译 因为CGTN做这个艺术推广计划 就是要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学习古画艺术相关的英语表达的话 这个展览也给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翻译范本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假期展览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宋代人物画 想通过这些画去了解一下宋人的生活 他们在平常都用些什么器皿 怎么样穿衣 怎么样打扮 怎么样交友 怎么样玩耍的 那就去看这个千年调 宋代人物画谱的数字特展 可以趁这个春节假期 好好地去探索一番最纯正的宋式类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留言关注我 祝大家春节愉快 万事如意 我们下个视频见